新增一宗的输入个案 连续3天本地零确诊 而初步确诊少过5宗 不过当局正追查一宗 星期日抵达上海后确诊的港人个案 新增的确诊患者是一个28岁男船员 星期一搭卡塔尔航空QR818航班 由印度经多哈底港 没有病征 在他身上没有验出N501Y南非流行的变种病毒 至于是否带有印度流行的L452R变种病毒 就未知结果 近日虽然本地的确诊个案不多 不过当局正是调查一宗外地确诊的港人个案 个43岁男人2月底曾经在意大利确诊 上个月22号由意大利经多哈底港 他期后在西营盘华美达海景酒店 检疫至今个月12号 上个星期四至星期日 再入住天水维嘉湖海日酒店 星期日搭国泰航空CX368航班去上海 第二天确诊 当局仍然追踪着他的密切接触者 至于早前的源头不明个案 在何文田汉思幼稚园读K1的四岁男童 消息说他和妈妈其后多次核酸检测 结果都是呈阴性 当局会检查他是不是本身有抗体 也会再做血清抗体测试 确定是否出现解阳性 目前他的六个密切接触者 抗体测试都是呈阴性 无声电视机就在中卓期报道 您正在注意力语定的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